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台风苏迪罗的最新的动向 据浙江省气象台监测 今年第13号台风苏迪罗正逐渐向台湾东部沿海一带靠近 目前正在距离温州东南偏东方向约15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强度为超强级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6级 接下来预计苏迪罗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在7号夜间擦过或登陆台湾的东北部沿海地区 并将在8号晚上在浙敏沿海登陆